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五个记 七个截入 那每一个记都有它的意思 每一个截入也有它的意思 那今天开始我们稍微讲到赎罪记 这个赎入这个截入的重要性 那为什么要有赎罪入 那我先帮助你很快地做一个分析 做一个总结 就是当我们守了这个五个记 凡记 素记 平安记 赎罪记 赎千记 这五个记 照上帝的规定要去献记 每个记都有它的意义 那么在这个赎罪记里面 特别是为了赎罪 这是我们的罪信 第一个赎千记 就是为了我们的过失来献的 那这些记以外呢 它就规定了有七个截入 那这个七个截入呢 一个是玉月节 就纪念赐埃及记 天使越过以色列人的门户 没有杀死他们的长子 这是在一月的十四日 过来就叫无效节 一月十五日开始 无效节七天里面 都不能吃有效的东西 也不能存放 纪念他们在埃及受苦 现在出来了 要纪念一个礼拜 到了初首节 就是一月的十六日 这一天要纪念上帝 给他们的丰收 要感恩 到了第四个节入 叫做五旬节 也叫做七七节 七七节呢 就是初首节入后的五十天 哇大庆 就像我们今天的感恩节一样 感恩 到了吹脚节 七月一号 这是特别要做什么呢 要准备 七月十号 是十岁节 十岁入 所以吹脚节 就是七月一号 叫吹喇叭 说准备哦 一个礼拜以后 我们要过十岁入 这一路是很大的圣会 所有的人都要聚集 来纪念上帝 怎么样饶食我们的罪过 这一天叫做吹脚节 到了七月十号 这一天呢 把一年当中的罪行 靠着祭司来献祭 上帝要赦免我们 这一年来在里面见到过犯 求你饶恕 借着羔羊 借着公牛公羊的血 来救食赦免我们 到了第七个节路 叫做自盆节 自盆节呢 就是一个礼拜 七月十五到二十二日 纪念全能丰收的圣人 不住在家 住外面 自盆 纪念在埃及的时候 怎么样苦苦 今天有这个丰收 起步大庆祝来感恩吗 所以你看上帝规定的节路 是多么有意思 那我们在每年当中 也有这些节路 都是带我们更思念神爱 更亲近神 也更感恩神 那今天我们要从十六章 来特别用一点时间 来思考这个赎脆路 的这个事情 那你叫做打开 因为记得十六章 我不晓得读了几次 那在几次当中 我还是一个感想 就上帝怎么这么周到 这么圣洁 所以要非常谨慎地 来交代我们 这是在十六章 十罪路 那这个十罪路呢 特别呢 亚伦 要先为自己及家人 赎罪 这个事情使我很深地感动 连亚伦都不配来替百姓 献祭 他要先为自己跟家人来赎罪 才能够来为百姓赎罪 所以在十六章的第六节 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 为自己和本家赎罪 就是第六节 亚伦要先为自己和本家赎罪 这就是今年我们能够常常想到的 父母怎样为儿女们祷告 我记得岳伯 在第一章就写到说 岳伯的儿女 常常聚在一起欢庆 然后非常的丰盛的宴席 岳伯 当他们有宴席之后 他做什么呢 在岳伯第一章 岳伯打花人去叫他们自觉 他自己清早起来 按着他们众人的拭目 献凡计 因为他说 恐怕我儿子犯了罪 心中弃掉神 岳伯常常这样行 嘿 蛮有意思的 岳伯都会知道说 要为儿女献祭 来警告他们不能离弃神 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读到 上帝交代这么清楚 要人要把赎罪记的公牛 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记念你的家人 祝你自己在神面前 常常要带着悔改认罪的心 来除去我们心中的阻碍 也为儿女们祷告 使他们罪得赦免 能够蒙神祝福 天父我们感谢你 主啊在从前 你就这样交代亚伦 不但为自己 还要为家人 求祢神给我们纪念我们的家庭 使我们家人也能够 真的借着耶稣基督救世的功劳 来得罪的赦免 主啊今天我们同心为儿女们祷告 在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诱惑 主啊祢保守我们的儿女们 叫他们真实在祢面前分别为圣 认识祢是圣洁的圣 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